30岁挖塞美艳女子 被这亲身丈夫跟钱包鼓鼓的野生男人玩荒野求生 正当二人手拉手敲咪咪走向秘密花园之时 却被几个结财又结色的小恶魔绊到死死盯上 然而令小恶魔们没想到的是 居然遇到了舍命不舍财的主 把钱看得比自己的命还要重 这你受得了吗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11月3号下午 地点云南闻山市红旗林场 护理员老杨像往常一样在林场里转影 突然远远的看见似乎有人躺在一棵松树下休息 眼神不好的老杨走近一看 才发现是一具双手被靠在树干上的男尸 老杨瞬间被吓成了小小羊 来不及回家换裤子 手里的菠萝手机也不听使欢的自动报了警 很快警方八百里加急赶到报案现场 进行封锁勘查 映入眼帘的是一具新鲜的男性尸体 因为闻山近日阴雨绵绵 天气阴冷潮湿 这也使得尸体没有腐败发臭的迹象 男尸主嘴巴被胶部封住 身上有多到奇怪的伤痕 致命伤则是在头部 法医认为男尸主是被圆管多次打击 造成颅骨破裂而亡 很明显这是一起极其凶残的恶性杀人案件 法医初步推断死者的死亡时间在三天前 通过死者身边的三双白色手套判断 现场的施暴者肯定不止一人 看到男尸主手上的手铐 不由的让民警有了怜想 当然这只是猜测 要得以证实还得经过论证 警方对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察 除了尸体本身之外 基本上是毫无收获 没有找到任何能够证明死者身份的物件 这说明凶手具有极强的反侦察意识 警方将要面对的是一伙既凶残又狡猾的凶手 大案粉都知道 破案第一步就是查找试源 于是警方在离抛尸现场最近的村庄进行了走访调查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就知道 一辆被人遗弃烧毁的面包车引起了侦察员的主意 车里面什么东西都全部烧烂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牌照还挂在上面 他那个牌照是香衣1436 一辆挂着香衣牌照的面包车 怎么会来到这个偏僻之地 警方随即对车辆的轨迹进行了调查 据当地村民反映 10月30号晚上这里没有车 10月31号白天这辆车就出现了 而且第一眼看到是 就是个被烧得金光的铁架子 巧的是 面包车与发现尸体的位置仅三公里远 那么这二者之间究竟有没有关联呢 警方认为这种天气下车辆自然的可能性极小 一定是被人为烧毁的 正当警方百思不得其解之时 突然 一名中年妇女跑到橘子报案 撑起丈夫丢了 警方赶紧拿出男施主的照片给他辨认 女人看一眼就气不成声 原来死者真是他的丈夫 被害人名叫江韶华 十年48岁 四川内江威远县人 是一个搞工程的包工头 因为笑意好 他的腰包长期是鼓鼓囊囊的 警方随即对江某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 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就知道 原来江某喜欢被这妻子在外面交好朋友 江某的秘密好友 就是这位长相哇塞的女子 她叫孙燕 文山西仇线人 侦察员立刻闪现到孙燕家里敲门 谁知还是晚了一步 据孙燕的女儿反映 孙燕早在10月31日晚上就神秘失踪了 家人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她 孙燕的消失时间 恰好跟江某的遇害时间吻合在了一起 这说明什么 说明孙燕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因为她这个人很不及身自爱的那种 就是很喜欢和你有权和你在一起的那个感觉 与此同时 法医在捆绑被害人江某的胶带上 发现了女性的毛发 那么这一根根黑曲曲的毛发 究竟是不是孙燕的呢 结果也只能等待法医的进一步检验 而就在此时 江某的妻子向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原来江某在失踪前曾开着一辆黑色广本 而这辆车的行驶方向正是抛尸方向 负责查找烧毁车辆的民警 此时也查到了车主的信息 车主名叫刘晓洪 是在湖南的一个车贩手上买的八手车 然而这个刘晓洪在购车时 却给了一个假人明假地址 根本是查无此人 正当专案组民警费尽心思努力寻找刘晓洪之时 闻山城又又又发生了一起案件 杨女士告诉民警 11月9号晚 杨女士丈夫吴勇和同事唱K以后就离奇地失踪了 经警方对吴勇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 以后得出结论 吴勇是个忠厚老实之人 也没有债务纠纷和感情纠葛 那么就剩一种可能性 抢劫 警方立刻对吴勇的取款记录进行了查询 这一查之下 果然发现有一名戴着鸭舌帽的男子 鬼鬼祟祟地跑到取款机取款 可惜这个取款机的摄像头只能拍到下半身 而这小子又刻意遮住了脸 临走时还用衣袖将指纹给擦掉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吴勇此时或许已经遭遇了不测 正当案件侦破陷入僵局之时 吴勇的银行卡显示在昆明被人取走了三万 警方立刻调取了监控 总算是看到了这小子的庐山真面目 吴勇妻子也证实了 脸上有一条刀疤的取款男子并非吴勇本人 换句话说 吴勇此时或许已经遇害了 杨女士还告诉民警 吴勇消失时开的是一辆银色SUV 警方立刻对SUV进行了监控追踪 发现他竟然和黑色广本的行进路线惊人的相似 便有一点江勇的那个广本车 吴勇前的2700 那么应该是说两款车型都是热销车型 很直观的一点 犯罪行李人针对的是热销的车型 警方判断两起案件都有可能是抢劫杀人 而且凶手极有可能是在昆明居住 跑到文山作案 然后再返回昆明 这是一个典型的流窜作案 假地作案以地销赃秉地挥霍 警方立刻布置警力 拿着嫌疑人照片进行大范围搜索 这次很快就有了收获 有线索表明 一家修车铺里有个修车的小子 很像照片上的人 于是警方立刻前往修车铺进行调查 不料 刚进修车铺 民警刚抛出警官证 三个年轻小子就一哄而散 然而这几个小年轻还是嫩了点 没跑出去几米远就会活着 据几人交代 10月31号晚上7点 三个家伙在路上瞄到了江某的黑广本 便想着抢一把 三人驾驶面包车将黑广本逼停 然后将江某和孙燕押上车 带到松山树林里将江某迫害致死 做完这一切以后 再将面包车烧毁一气 杀死江某后三人并未收手 而是再次跑到文山城内寻找目标 这次吴勇成了几人手下的亡魂 在几人的指认下 警方很快找到了孙燕和吴勇的尸体 那么三人二十出头的年纪 怎么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呢 原来杨文杰的家庭条件非常艰苦 为了挣大钱出人头地 杨文杰在黑市购买了枪支和手铐 在杨文杰的唆使下 其余几名小伙子也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莫伸手 伸手必被捉 晚安 马卡巴卡 晚安宝子们